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貴賓 大家好 Julian Nice to meet you 聽了Julian的東西其實我也蠻興奮 因為我們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我沒想到兩個國家距離那麼遠 居然會那麼相似 那我們也更有信心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因為以他們的經驗來看 我們模特兒其實差不多 大概細節不太一樣 可能一些文化的問題 那今天因為村長要我來講這個東西 那我有看到說在網路上其實之前 已經討論過這些案例了 但我現在講的可能是另外一個層面 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在台北市開放資料這邊 我們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那當然8000城堡是前一陣子才發生 我並不是說這個案例有做得多好 但是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些問題 首先這就是在 很遮住 我們在627號晚上發生這件事情 這是現場的照片 我們就看一下最後面這個東西 但我們救災這件事情 我們市長也聽著在講 救災要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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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天晚上不管 就新北市衛生局消防局自己 資料就已經來了 那來了以後當然管它什麼格式 反正先放在說 然後接下來台北市社會局也要求我們 其實在這之前我可能先講一下 我們資訊局在整個防災的過程裡面 我們負責的工作其實非常簡單 我們就把收到的資料放在 防救在網站上 讓大家知道 就這樣也就是這個簡單的動作 但這簡單的動作在這次出了問題 這次出了問題的原因就是 因為在社會局的這個要求 因為這次量太大 剛剛太大如果直接publish 假如PDF丟上去 大家點進去看以後 你根本沒有辦法很快的找到 你想要知道的人到底在什麼地方 所以發生了一個狀況 那發生這個狀況之後 救災要快 OK 那我們就快 那在座的各位 哪一位認為政府是一個有效率的組織 OK 那如果大家都不認為是的時候 我們怎麼辦 所以當天我們就開始Live 市政府有一個Live大家都知道 那Live到底是不是個好東西 我們先不管它 但是我覺得台北市至少發明了一個Live的用法 Live是我們發明的 但是用法絕對是我不發明的 速度非常快我就收到了 那這時候同仁就在講說怎麼辦 怎麼做 第一個 你要把PDF 亂七八糟的什麼word 那些東西 通通變成一個readable 資訊局有這個能力嗎 OK 那第二個 好 我們有廠商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廠商 大家都知道政府算不算公開案子 對 那很多很多的廠商 那廠商有辦法做嗎 第一個 合約的問題 政府很多的繁文露解 大家必須接受 我沒辦法像民間公司這麼有彈性 所以如果我要求一個民間公司配合的時候 我必須要有合約 所以合約裡面必須要有開口式合約 那有沒有 沒有 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怎麼辦 OK 沒辦法 所以我們只好求救 在求救這邊 我今天我們通影片裡面講協作默契 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協作 第二個是默契 那還好我們上來以後 我們這個新的團隊 其實跟各位保持一個良好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自己不足 其實我們第一個是先反省自己 今天政府單位到底我的角色是什麼 我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我今天不需要說 我記得我在上任的第一天 應該說這個消息放出來的第一天 然後就有好幾位前輩告訴我 不要以為你很聰明 台北市多的是聰明的人 所以OK到上任的第一天就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自己關起門來 去幫大家享受我的需求 那這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要跟民間合作 但是怎麼合作其實沒有太多的概念 那只是後來開始一段 一些事情不斷發生之後 我們開始接觸 然後有一些想法 你釋放到民間 希望民間給我們feedback 所以開始有一些默契 那接下來協作是什麼 那我覺得高階上講得很好 協作跟合作不一樣 那協作跟合作哪裡不 我舉個例子 其實我很喜歡一個例子 叫recaptcha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東西 captcha就是那個扭來扭去 讓你覺得很煩的東西 你每次要登錄去買票的時候 底下就一堆蟲蠅一樣的字 然後叫你認它是什麼字 然後認不出來 再重新再選一次 再選一次再選一次 因為選不到看得懂 那叫captcha 那什麼叫recaptcha 它有兩個 大家有看過嗎 那個扭曲的有兩段 有兩個 那其中有一個是真的captcha 因為它要試驗 要測試你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一個bug 那另外一個呢 是它看不懂的 是它從某些地方scan以後 說OCR不出來的 所以它丟了兩個給你 然後讓你去查 讓你去寫 那假設你會很認真的去看captcha 另外一個因為你不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captcha 所以你也會認真的認 那這有什麼好處 可以digitize book 所以這是一個google的計畫 它把很多古老的書 那些舊書 通通去做OCR 去做scan scan完 不要做OCR OCR認不出來的字 通通放到這兩部裡面 然後通通當captcha丟出來 再被核震的captcha 所以當有一個字 很多人都說A的時候 我就認為它是A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很難想到 其實我非常非常 對這個idea非常非常excited 因為你能夠想像說 在以前傳統 以前傳統的時代 根本不可能發生 有幾百萬人 為了一件事情一起合作 你見過嗎 萬里長城需要多少人 金字塔需要多少人 絕對沒有上百萬人 可是今天在網路的這個世界裡 你可以幾百萬人 沒有protocol 沒有任何的protocol 沒有人告訴你你該怎麼做 沒有人告訴你step 1 step 2 step 3要怎麼做 沒有 在這種情況下大家可以一起合作 每一天去辨識出幾百萬個字 然後把這本書digitize 那這種東西也就是說 今天網路提供了我們一個很不一樣的一個工作模式 跟它的一個想法 所以在這邊我們今天很想說 那今天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有沒有辦法把這樣的力量 群眾的力量發揮出來 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 讓這個城市變得更好 這是我們想的 所以我們想要去發展一個協作的模式出來 跟大家一起合作 因為政府就是政府 他就是一隻大恐龍 當他的腳受傷之後 到了爛掉他都不見得懂 不見得會覺得痛 所以今天八千層報已經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我們不可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反應出來 所以我們需要去協作 所以這裡有一個協作的默契需要培養 那就是在這五百人 突然一個request 我們發現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OK 那這時候我們砍 OK 沒辦法 就找找Tony Q 對 因為他最好找 對 他那時候在高雄度假印被我們挖 挖起來 然後開始去擴散 擴散 擴散 然後下面這幾個人 什麼受了受證 就坐在後面 然後我們的基要 他現在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的雪滴子 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要不到的資料 就找我們 我們想辦法挖給你 OK 那我們也把台北市政府 所有的資料統統統設備完了 我們大概有分階段 慢慢的釋放出來 所以也許大家現在會看到 某些資料不是那麼的漂亮 但是要給我們時間 因為這種東西真的需要時間 像市長昨天宣布說 要把台北市所有的該算送出來 大家看到送出來 可是是PDF 對不對 所以今天晚上 我們的售就很辛苦了 已經開始在跟主機處在聯絡了 明天早上可能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所以我們現在很願意做很願意做 現在就在做 OK 那我們這幾個 應該說今天我們台北市政府 幾個Open Data的Keyman都來了 要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贏 然後選Biz小紅 我們真的很認真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 沒有 沒有 OK 沒有 我就不要再說 我要繼續講下去 沒關係 今天就跟大家講說 其實還是有一些問題 我們還是需要溝通 現在我們跟重設計有一些過程 那這些過程其實是發生在說 這些公務員本身他有他的一個局限性在 譬如說他今天要一個電梯的資訊 那對於捷運公司來講 這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可是Open這些東西對他們來講有疑慮 有疑慮的原因是因為 他的電梯資訊並不是那麼的exactly的很準的 因為他今天可能排好今天要施工 可是今天剛好有事情沒有施工 或是剛好今天應該要完工 卻沒有完工的情況下 他怕這個Data出去之後 會造成民眾的困擾 然後會反過來造成他的一些困擾 所以他不願意公布 可是有這個需求的人 他們認為說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的比較disable的同胞 他今天到了某一個站之後 他需要電梯 可是到了電梯口他才發現電梯在維修中 這對他們來講非常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當大家互相理解的時候 他知道說這個資料會不準 那他也知道說 今天產商同胞真的很需要這樣的資訊的時候 一拍幾乘 所以我們的紅專委就把這件事情搞定 搞定之後我們才發現 他又告訴我們說 當他電梯坐上去之後 我到底要從哪一個出口才有地理盤公車 所以就是說這是一個ecosystem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還缺一大塊 是feedback其實這塊也不是很順暢 所以說我們把東西 boost出去之後 怎麼樣收到大家的回應 然後讓大家告訴我們說 知道在哪裡不對 或是說我們怎麼去修這種原來的東西 這些東西可能我們還要繼續再努力 那透過社群夥伴協助以後 這個資料其實擴散的非常快 大家看這個介面 不到一個小時 第一個傷患最終系統就上線 一個小時 這根本是台北市政府可能做到的 不要說台北市政府 全中華民國政府器官應該都辦不到 那後面還有一個更辦不到的事情 不到兩小時就十個傷患系統出來了 那再過來跟我們合適 八小時之後有三十萬人 哪一個政府的網站有這麼熱門的 從來沒有過 也就是說即使我們丟到我們的網站上面 也不見得有這樣的擴散力 可是救災這件事情來講 一定要把資訊擴散出去 所以其實民間是比我們新的 但是現在一個問題說我們要跟社群合作 要協作 要跟社群協作 問題是社群在哪裡 各位都是社群的人 可是問題是社群在哪裡 社群是一個不特定的組織 不特定的對象 我要跟誰合作 所以可能還會 還有一些東西有待磨合 所以在一個什麼地方 大家知道說當防救災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那個地方 我們需要我們協助 那我們會把東西怎樣公布出來 我們需要提供什麼樣的東西 我可以辦理什麼樣的角色 各位可以辦理什麼樣的角色 今天講老實話 今天社群之所以會幫助我們 今天並不是因為 我們有什麼了不起 或是說我有什麼 什麼好處給大家 純粹就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如果我今天把公文系統 投到去那邊 誰會理我 說台北市的公文系統現在很爛 請大家幫我修一下 對 有誰幫我寫 對啊 我們現在有個上班的那個 薪資計算系統 最近沒有預算 有沒有誰可以幫我寫一下 我就不相信有人會理我 可是救災這種東西不一樣 所以它這個價值觀的結合 怎麼樣把這些東西結合起來 所以政府有自己的角色 跟我們自己的義務 那民間也有它的熱血 這些東西怎麼合起來 其實是我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 我們也希望把這件事情做好 OK 那做完以後 說實在的 僥倖 OK 有點僥倖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會有這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想要說 那 到底怎麼回事 或是說怎麼樣能夠把這件事情做好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堆人 這邊可能有好幾位都到過我們那邊 台北市政府沒有門禁 先跟大家講 你想去就去 跟逛菜市場一樣 很好逛 所以我們找一些社群人 我們希望來看一下 假設我們以災害這件事情來看 因為災害要快 災害要快的情況之下 災害協助跟開放資料 到底怎麼樣去協助 所以我們找了很多人 大家來聊天 弄個流程 那這個流程我們也希望說 其實這次的開會 不只有社群的人來 不只有資訊局來 社會局 衛生局 消防局 其實全都倒了 其實現在台北市政府 大概 應該說大家協助的方式還不錯 所以這些局數全部都倒 所以我們今天告訴社群 讓你們了解我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像他講說我是民間來的 所以當進去之後我也不太適應 做這個也不行 做那個不行 跟豬哥吃這個也養 吃那個也養一養 做什麼都不行 可是慢慢慢慢開始理解 這個組織到底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他有他的繁文入竭 因為組織實在太大 必須要有些管理的介面在那個地方 那民間是有彈性的 那怎麼樣去拿到兩個的 advantage combine 變成一個 advantage 而不是拿到兩個的 weakness 變成一個更糟糕的一個體系 如果大家是用對立的方法 這一定是越來越糟糕 大家如果是合作的話 一定是越來越好 但是我們要找到那個合作的那個 niche 對 所以在7月16號晚上就請大家見面 但只有吃披薩而已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在這邊分享一下說 政府有很豐富的資料 的確有很多很豐富的資料 我們想要把它share出來 但是我們必須有很多很多的法規要遵守 像採購法 採購法裡面即使政府一毛錢都不出 都還有圖利的可能 對 那之前還發生圖利什麼 圖利公家的一個罪 那絕對不可思 連圖利政府都有問題 所以我們也搞不清楚在發生事情 所以有時候你說 那圖利市民有多問題 有時候也是有問題 那我到底不能圖利誰 那政府的 那誰要來做案子啊 各位 任何一家廠商來拿案子 我就是為了賺錢 然後你要說我圖利 然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 江湖法規讓我們的彈性非常非常低 那最後政府的IT資源其實並不充分 不要以為台北市政府很大 台北市政府資訊局是唯一的一級局處 大家可以相信嗎 號稱資訊化很深的中華民國 所有地方政府的資訊單位都是二級的 只有台北市資訊局是一級的 所以我是唯一的一級局長 所以當我每次跟各縣市政府在做交流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在旁邊自己喝茶聊天 因為我沒有對口單位 因為我的對口單位應該是研卡會 可是研卡會有研卡會啊 可是二級的主管不會來啊 所以叫我怎麼辦 我至少跟圓明會跟柯爾會 大家聊天啊 會怎麼辦 對 這有點狀況 這真的有點狀況 那研卡會裡面有資訊 可是資訊不會直接跟我對口 所以很孤單 對資訊這條路大家應該都知道 對 又孤單又寂寞 然後做得好沒人拍手 做得差馬上就大家就發現了 所以這科市長問我說 資訊局要如何讓大家有感 我說太簡單 我比所有局處都簡單 他說你要怎麼做 要花多少時間 我說花三十秒吧 怎麼做 拔網路線 那好人好誰會理我 所以沒有人會理我 OK問題就發生在這邊 那第四個 最後一個行銷傳播能力其實是不夠的 政府大會不太會行銷 做了很多的事情 不會講 對現在政府就面臨這個困境而已 什麼政策出來都可以打臉 對 不太會去講論述自己的東西 那民間大會相對的反應快 但是也講難聽一點 各位做出來的東西都不是企業用的 所以是急救用的 對 所以我們今天需要的是急救的系統 所以企業系統絕對不會讓出來請大家 幫忙去什麼臨時產生一個什麼東西 對 所以那就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然後流量的問題 今天台北市政府即使再有錢 我們的流量還是非常有限 我們的機房不是scalable 沒有辦法scalable 所以當這個大災難發生的時候 所有的流量通通進去的時候 那就是掛給各位看 一定掛 大家不用太期待太多 對 該看到的error message都會出現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分散流量分散風險 像剛剛講說有10個 10個系統 我只要在我的網站上面公布這10個入口 大家點進去其實流量就分散掉了 那我是當一個hub的概念而已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就相對輕鬆 那所有人都可以去access到data 那不用講臥虎長龍對不對 高手通常不見得會進公家機關 所以外面有太多太多的高手 然後大家都會用下班的時間 假設是真的一個有價值的東西 他一定會來玩 我們對這個有信心 那管道也多 因為本來你們本來就常在網路上面 溝通的 所以根本不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建立一個默契 那是一個默契 對 所以我們後面講說 你依需求要調整開放 開放資料到底會 我們才有很多開放資料 我們知道開放的不是很漂亮 還非常非常dirty 但是有比沒有好 而且是gating bad 所以請大家給我們一點時間 給我們一點鼓勵 我們會越來越好 一定會越來越好 那各單位也在適應這樣的東西 那最後一個 我們需要一個SOG 我們不敢講SOP 雖然市長很喜歡講SOP 但是房載有SOP 我是覺得很奇怪 對 房載SOP 水災跟火災絕對不會一樣 對不對 所以沒有SOP 我們只有SOG 我們需要一個guidance 讓我們知道 當災難發生的時候 我們跟民間要怎麼樣合作 這件事情我們希望 能夠找到一個guidance 譬如說 也許我們有在GitHub 上面有一個專區 真的災難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去那邊瞧一瞧 平常就會有資訊在那個地方 大家習慣心在那個地方做過頭 所以我們會試著去做這件事情 那 第二個是蘇敵勒颱風 那這個颱風我們其實 就我們前面要大亂鬥 其實消防局已經在你劇本 你到底一半突然來這個颱風 所以就所有的東西全部都delay 全部都delay 不是我們不做 那EOC 我們像EOC 也放在那個open data區 那還好我們有放到open data區 因為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們看一下 這是讓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慘 要給公務局真的要拍拍手 要給環保局拍拍手 真的累翻了 幾萬棵樹 你很難想像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待會讓大家看一張圖 那這就是 就請大家幫忙的 不是我們做的 那我們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災情資料只要丟上去 EOC 所以現在EOC基本上只要發生災難 丟上去之後 它就是open data 所以大家可以再來幫忙 然後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說 還好有開發 因為我們中間掛了 也就是說在災害的過程中 突然發生異常 異常之後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對不起 你的網頁不存在 開玩笑 災難期間 網頁不存在怎麼辦 如果是以前我們怎麼辦 我也以為我們以前怎麼辦 青菜豆腐片怎麼辦 你也怎麼辦 沒有就是沒有了 是不是他要把它reset掉啊 關機再開機啊 我也不知道 OK還好 民間 這個掛掉的網頁 記者上是所有障礙事件 會在這上面呈現 然後所有記者都看著這個網頁 在寫新聞稿 他剛剛不准我講 自己在這邊 CN那麼多底嗎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為什麼這網頁掛掉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對對 還有大家都沒有看到新聞嘛 對不對 因為他時間很短 時間非常的短 我們就馬上transfer到民間的網站去了 所以感謝民間的資源 所以因為已經有民間資源 利用我們的open data 已經產生了另外一個災害的 一個資訊系統 所以我們馬上就轉過去了 所以大家都沒有發現 所以大家沒有看到新聞 今天講出來沒關係 因為颱風已經走了 但是我覺得這就是一個case 如果當初我們沒有這樣的一個東西 基本上大概就上新聞了 而且如果真的有什麼災情的話 不可厚 這真的是沒辦法設想 OK 那這就是我們另外做的 大家可以看見嗎 這是一個真實的狀況 OK 我們後來就說 我們應該要有這樣一個系統 讓各業務單位去標示 去標示他的災害 或是說他最需要恢復的地方 或產生是怎樣 大家看這張圖就知道 為什麼公務局跟環保局 會罵得那麼慘 然後事情好像還做不好的感覺 這叫地圖罵 這應該不叫地圖了 對不對 這已經不是地圖了 這可能塞得滿滿的 你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但是這就是台北市 這就是台北市所有的災情 紅色的部分 是優先復原的緊急東道 或是中央幹道的訊息 是消防局的同仁一個一個輸進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各個局處 就開始會利用這個平台 開始把他的資訊放進去 所以這個平台 未來可能會有很多很多的發展線 OK 畢竟用眼睛看 比較容易知道發生是不是事情 這種感覺應該蠻深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進行中的 就是防災虛擬 就是我們剛剛講 7月16號大亂鬥的結果 我們希望說 我們模擬 以前的消防局 以前的災害演練 基本上就是一個劇本出來之後 大家在那裡談的是消防車 什麼水渣門這些東西 從來沒有人去談過資訊是怎麼流的 資訊怎麼流的 但資訊流其實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說 藉由一個案例 就是消防局他們有很多的know how 所以藉由他們去設計一個案例 我們需要跟民間寫座上面 我們去做一個演練 看看當問題發生 當時災難發生的時候 怎麼去產生這樣的資料流 讓這些資料能夠產生 有助於防災救災的一些工作 那台北市也許 我們剛剛在私底下集的聊天 台北市也許天災比較少 這件事真的是很例外 但是人禍可能會很多 還不知道對不對 天災人禍都是我們很要注意的 像剛剛講8些可能是人禍 那這些問題發生的時候 那時候再做已經來不及 所以我們希望現在開始做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 防災虛擬演練到時候 OK 那現在還有優先復原的緊急幹 就剛剛講右邊那個查詢系統 現在已經出來了 然後我們也在 伺服有一個LINE其實蠻好用的 然後我們在LINE上面馬上就公布 這樣系統已經完成了 各單位就會開始試著去使用這個系統 去把他的資訊丟上去 那這是可以用選的 所以你也可以不用看這麼晚 看這麼晚是故意讓大家看 那種感受 真的很嚴重 那未來我們現在希望能夠有民眾回報災疾的API 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是單向的 由政府去不需要資料給各位 但是很多的災難 很多災害發生的時候 基本上可能當地才知道 比較知道實際的狀況 那種資訊如果可以迅速的回到 回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其實在防救災的資源分配上面 會比較不效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跟民間可以互相合作 資料我們丟出去又有資料進來 那這個部分現在是沒有 我們現在準備要做這一塊 那在這間來講說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今天下班前剛好批了一份公文 那份公文也許大家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對我來講是非常興奮 交通局透過資訊局跟警察局要資料 這件事情其實以前不會發生 因為交通局可以直接發公文給警察局 那警察局只要願意配合就給交通局 那這件事情叫做私相授受 大家可以體會嗎 透過資訊局就不一樣 因為他的公文裡面寫得非常的好 透過資訊局還有open data 什麼什麼什麼就寫出來了 所以意思是說 大家開始發現資料在交流的這件事情 應該要讓我們知道 而且我們應該可以試著把這件東西 變成open data 那光這份公文就知道 台北市政府在進步中 在進步中 這其實看起來沒有什麼 但是就是大家的myself在那邊 他裡面會告訴說 資訊局可以怎樣可以怎樣可以怎樣 甚至還要求我們要幫忙做分析 這就有點過分了 所以我們只負責open know how又不在我手上 對不對 大家搞清楚open data不是bit data 搞不清楚bit data幹嘛 bit data當open data用 因為表示說我們教育訓練不夠 所以馬上專門回去排一些課程 最後我們要結論 開放資料的五個要素 今天市長的意志力 還有協作法規平台資料 這什麼東西 我們開課 當我們在做open data的時候 台北市政府其實做得很早 很久以前就有open data 是全台灣第一個做open data的城市 但是open data做了那麼多年 好像大家也沒什麼感覺 然後我們回過頭來說 所以為什麼的時候發現大家都在罵 其實就是在罵法規 在台北市政府裡面 每一個局促的網站上面 都有一個資料使用版 資料使用的那個 就是比如說政府資料公開法 那裡面都告訴你 不能複製對不對 不能重製 不能再利用 還只能用到什麼family之類的 那那個東西幹嘛 那就不要開放啦 只讓裡面有好看的 很好看的 皮膚的啦 那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覺得有問題 所以我們在3月起 就開始跟城下他們 開始討論說 要怎麼修改 但是政府還是有政府的困難 所以我們在中間做了一些compromise 那compromise 4月份的時候 市政會通過5月發布 所以6月以後已經開始生效 在這裡面資料是免費使用的 然後可以商業應用 可以重製 可以改做夾子 可以轉售權 也就是說這個data 基本上我們只要放到這個平台 就拿去用吧 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需要法規來支持 才能夠做這些事情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我們需要一個平台 我們需要這個平台 能夠比較friendly一點 所以我們在5月號 5月的時候也重新改版上線 那希望有些open API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有一個open API的東西 那這大家都可以看得懂 我們在講什麼 那這大概是 大家都說量不重要 量不重要 OK 那量真的不重要嗎 其實我們只想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是我們的市長 不要挑戰他的意志力 這是在事故裡面的名言 挑戰他的意志力就倒霉了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右邊那邊 OK 從3月份開始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線長得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就是意志力的表現 上有柯市長 下有小彭先生 所以市長說開放為原則 不開放為例外 然後我們就拿著血滴子到處砍人頭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資料量的上升非常的大 而且裡面的資料其實還蠻多 很好的data 很漂亮的data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 那這是我最後一頁頭的影片 那因為市長要我們 能夠統整全台北市的Hexon 我是覺得這是他開玩笑的一句話 Hexon現在已經滿層盡是Hexon 所以我們現在不談Hexon 我們談這個精神 所以我們希望 所以為什麼Hex上面加一個S 這S怎麼又變小了 本來是一樣大的 就是說它是一個spirit 我們要的是那個精神 今天如何再把Hexon這樣的精神 比如說你今天去 你會去define一個Problem 你會發現一個Problem 你會define一個Problem 然後你會去sup這個Problem 那個過程 去enjoy那個過程 並不在那邊比賽啊 什麼還要創業 我搞不清楚創業到底 雖然差一個是應該差很多 所以已經有點confused了 但是對我們來講 我們希望這個精神 能不能夠滲透到台北市 變成台北市的一個DNA 任何人其實大家都會去 去觀察現況 去了解事情背後真正的原因 這個東西如果能夠在台北市擴散出來 所有市民都有這樣的素養的時候 有這個素養的時候 其實很多事情就會改變 所以改變不是只有市長在那邊喊改變 我覺得所有市民都需要改變 所以如何把Hexon這樣的一個精神 能夠滲透到整個台北市 讓所有人都有這樣的一個精神 在那個地方 是我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對我們來講 網路上面可能 可能我們現在沒辦法 take care 到全部的人 但是我覺得 那也不是我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因為真正的服務 可能是來自中間的那群人 所以也許我們現在實現 服務其中的1% 那這1%的人會影響到那9% 那9%的人也許做出一些很好的服務 會影響到另外的90% 所以全台北市民都會 enjoy到open data 或是open government 所產生的好處 所以這是我們講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Hex 這樣的一個spirit 能夠 spread到整個台北市裡 OK 那我今天到這邊 又把前面的時間通聲下來 OK 那我就到這邊好了 謝謝 那這邊等一下 差點忘記了 這個是230小姐 一定要講一下 所以我們現在資訊局 資訊局做了這個 資訊230 我也搞不清楚為什麼 資訊230 所以透明片他們都會放這一張 我差點忘記了 待會就被他們case 這東西就請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以後我們大概會利用這樣一個東西 因為資訊局一向都很 又窄又冷對不對 所以現在希望有這樣的東西搭配 因為我們後面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議題 希望大家會 會喜歡我們做的一些事情 我們希望這個台北市更好 我們也很努力做 如果230可以搭配這個議題出來的時候 大家也很喜歡的時候 麻煩幫我spray一下 那至於為什麼叫230 他們會寫個sorté給大家聽 應該還算蠻可愛 但是我搞不懂 但是當初一堆年輕人跑到辦公室裡面 欲語含羞的都想過要談一些事情 都不懂得到什麼 然後跟我談臺灣病之後 其實我沒有什麼概念 真的我沒有什麼概念 對著這種東西 他們跟我講初音 我也不知道初音是誰 對然後 可是當你看到幾個年輕人 眼睛發閃在那邊告訴你說 這件事有多好有多棒的時候 其實是義無反顧吧 他們只答應我說 一定會讓初音每一次的出場都很精彩 光這句話我覺得就夠了 OK 謝謝大家